有个朋友说未来有多业绩公布 有没有哪一种业绩股很炒呢? 或者你有没有建议哪一种可以留意一下 他的名字叫徒弟仔 其实现时看风险承受能力有多高 如果说稳定的 当然可以留意一些金融类型的股份 例如是国际金融类型的股份 汇控、渣打、邮邦这些是国际金融类型的股份 应该偏向业绩做好 至于如果有一个有惊喜的 有一个比较大的存在升幅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不妨留意一些科技类型的股份 尤其是资讯科技类型的股份 倾向上来说如果是第三季的业绩 市场上失望一些 比如亚里的市场对第三季业绩失望一些 如果你说憧憬第四季可能会有惊喜的时候 对股价会有一个提振的作用 这类型的股份你也可以去考虑吸入 但当然要考虑风险承受能力 如果稳定的话 就偏向选择一些传统经济的股份 如果你说可以进取一点的 才会选择一些新经济股作为一个部署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